2018年12月22日晚上7点40分,杨幂公司佳行传媒发微博宣布,杨幂和刘凯威于今年签署协议离婚,戏和平分手,两人将共同抚养女儿小糯米。 一般来说,离婚之后,孩子会判给父母一方作为监护人,比如王宝强和马荣离婚之后,儿子判给了王宝强,女儿判给了马荣。 家行传媒的声明,是为了不制造矛盾,所以故意说由双方共同抚养。 但从以下细节可以看出,刘凯威应该拿下了小糯米的抚养权,是住养。 小糯米从出生开始就住在香港,假如让小糯米来北京居住,她会不习惯。 小糯米半岁大就开始上幼教班,每天由爷爷奶奶接送。 小糯米长大一点后,刘凯威的爸爸妈妈不仅每天接她上学放学,周末还陪她上兴趣班。 在爷爷奶奶的照顾下,小糯米从小多才多艺。 男主内,女主外刘凯威经常被记者拍到接女儿放学,一直都把女儿放在第一位,宁可少拍戏,也要陪伴女儿。 而杨幂则不一样,生了孩子以后,依然没有停下努力工作的步伐。 有网友调侃,杨幂和张大黛在一起的时间,都比和小糯米在一起的时间多。 一般只有小糯米过生日的时候,才看见杨幂返回香港。 非著名女平人吴亲公指出,刘凯威曾经接受采访表示,小糯米和她更亲近。 父亲节的时候,小糯米会准备礼物给她,令她倍感温馨。 在,跨界歌王,里,刘凯威还特意唱了陈奕迅的,baby song,给女儿,并表白,是你陪着我重新认识了这个世界,谢谢你。 所以,从这些细节可以看出,小糯米短时期之内是不会离开香港的,小糯米更习惯刘凯威的爸爸和妈妈的照顾,而且香港的教育也相对比较好一些。 这对杨幂和刘凯威来说都是好事,杨幂可以继续做女强人,刘凯威继续做好爸爸。 其实,这个消息大家可以说是并没有感觉到太意外。 毕竟像离婚这样的说辞已经上演了好几年,只不过这一次家和公司算是替杨幂公布了一下而已。 有粉丝们表示离了是好事,毕竟和平分手之后还可以做朋友,一起照顾着女儿。 而最新的消息传来,港媒声称有至情人爆料杨幂离婚内幕,婆婆太刁难,摆个桌布都要欺负杨幂。 而事情的爆料人也是圈内的一个知名大币,他表示有一次听到了真人真事,而且是香港难欺负了我们的北京女, 而且北京女气得差一点哭了,天知道她在背后受了多少的气。 并且至情人声称都是因为婆婆的原因,而且她这边非常的迷信,并且还玩旧社会一套婆媳的相处方式。 以前在这个女明星不是很红很能的时候她都是太过刁难,摆个桌布都要欺负她。 而成名之后又开始怕自己沾不上光,所以才对她好一点。 就是个非常势利的一个婆婆。 对于这个说法,其实很多人表示这些年大洋溢的确是吃了很多的苦。 在圈里都知道阿威并不是一个让人受喜欢的男人,很多时候都是摆出了很多的问题,尤其是家庭方面看上去很好,其实是并没有照顾着养命。 而且在这一名爆料知名大V的口中得知,其实他们夫妻早就应该离开了,权势女方在照顾着男方的想法,她能熬到现在也的确是不容易的。 但现在的情况就是他们已经和平离婚,也算是不再过问对方的前面事情,希望大洋溢一生幸福。 男方到底有没有做对不起杨幂的事情? 其实明白人都知道,不是因为这一件事情,只是他们的生活内容与方式已经完全变化,她是一个努力工作的明星。 一个工作狂希望得到的是一个可以休息的家。 可以让自己落脚的地方。 她真的很累,而且受了很多的苦。 在这种情况下她更需要家,为什么离婚,还不是被逼到了没有办法的地步。 不然对于一个追求事业成功的女王来讲,自己也不会忍受婚姻的失败。 还是老话一句,好聚好散,才是最重要的。